演喜攻略点击率越来越高 剧情快 演技高 看着那叫一个过瘾 剧情不但看着过瘾 就是弹窗也让人笑得肚子疼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作者一样 看一次剧情 看一次弹窗 在纯贵妃举办的宫殿上 皇上拿了半座孤酒女的魏英诺的酒勺 弹窗马上有人说 把皇上拥国的酒勺卖了 小嘉宾在皇上面前 给令秉立洛上演料水 说了一首描述枝子花的事 宫里传绯闻 令品与傅恒大人有奸情 皇上像把醋瓶打翻了一样 醋意满满 到皇后这里 皇后的侍女给皇上端上的茶杯都是绿色的 皇上的衣服是绿色的 真的应了那句话 绿石一道光 绿道你发慌 哈哈哈哈 有绯闻说我爱腹痕 我证明一下 这不是绯闻 看到弹窗 网友们说 殷平娘娘头上有苍鸟 到回去暂停看了安慈 终于看到了 真的有苍鸟 想必是头发太香了吧 网友们 你们懂得 金星老师怎么来客窜的 弹窗上都是说太后的指甲 凤里污垢干洗吗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胃姐开玩笑 魏英诺 小金人欠你一个影后 令品在皇上面前学家便宜 皇后 纯飞的样子 演技真的没得说 走过最长的路是魏英诺的套路 魏英诺这个女人很有心机 俗称心机表 有没有觉得自从令品进攻 皇上完全是被他套路走呢 纯飞的这个笑 有点像孙悟空吗 爱是一道有颜色的光 绿道你害怕 生怕他会大叫 仿佛一只太敌狗 小犬子这是被强行买断功名 切了卖身系 最后是令品身边忠心耿耿的奴才 这人耳光看了八次 最后看一下五十四季的预告 尔情在皇后面前摆弄是非 导致皇后自杀 尔情灵犯河的时候到了 颜喜忠略小说的故事和电视剧反相同 都是讲述了乾隆六年 少女魏英诺 魏寻求长起死亡真相 入子进城魏宫女 经调查 英诺证实姐姐之死 与花唐王爷同咒有关 立志要讨回公道 颜喜忠略让我们来统计 夏目前已知的演员 孝贤淳皇后 复查荣因秦兰史 贤妃季后 挥发那拉书胜蛇师满 惠贤皇贵妃 高宁心潭卓氏 纯妃 苏敬好 王愿可是剩下的就不清楚了 哈哈哈哈